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物 水瓶的内心深处是悲伤的 其实他们本质就是一个悲伤的人 都是因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太深了 对人性的探索了解的也太多了 越是聪明的人 智商情商都高的人 越容易感受不到快乐 水瓶是一个拥有有趣灵魂的星座 他们可爱 他们也成熟 认识水瓶的人能够感受得到 他们是一个能及天真与成熟于一体的星座 偶尔他会表现得很天真浪漫 纯洁无瑕 而有的时候 他们又是那么老恋于世故 所以水瓶能成为一个天真的人 还是一个世故的人 都取决于自己最在乎的那个人里不理解他 水瓶的快乐是被亲近的人理解的快乐 跟水瓶关系亲近的人可能也就那么一两个 甚至仅仅只有一个 不是他的恋人就是他的知己 如果这个人能够理解水瓶 能够明白他所做所说的一切 那这个水瓶他永远都是天真快乐 活泼潇洒的 水瓶最在乎的人是对他影响最深的人 如果这个人能够明白他的内心 能够站在他的角度认真地思考所有事情 那水瓶内心所有的空缺都会被填满 他不会有忧伤 他不会有顾虑 他也不会不自信 只要有这个人在 他被理解 被包容 被爱着 那他什么事都能够有信心 有力气做下去 有的人会发现水瓶座特别积极 特别正能量 干什么事都很有精 那就是因为他找到了这样一个人 无论这个人是以怎样的角色存在于他的生活中 他都是有依靠 有支柱的 而有的水瓶会很丧 很颓废 让人觉得他马上就要活不起了 基本都是因为这个水瓶没有找到一个能成为自己支柱的人 他不被理解 没有被这样的人包容 所以他是苦闷的 也是抑郁的 水瓶的悲伤是被亲近的人误解的悲伤 如果水瓶没有一个能够理解自己的人 暂且还能够独立地过着不开心也不快乐的生活 但如果自己很在乎 很需要的这个人误解自己了 因为某一件事产生大误会 而对他感到失望 甚至不理他了 他水瓶的悲伤可以称之为绝对的悲伤 如果这个事不处理好 两个人的心结没有打开 那水瓶很有可能会抑郁中老 别以为他看上去那么潇洒和不羁 他就不会在乎感情方面的事 水瓶可以不在乎这世界上所有人 但唯独走进他内心的知己或者恋人 是让他没有办法放下的 这个人说的做的一切都能够影响他的情绪 他会把自己的真心完全托付给对方 对方捧着也好糟蹋也罢 他都不会有怨言 只不过自己的快乐和悲伤会跟着波动而已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十二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